草花产业是桃园的一大特色 在年初的农业博览会市营运 也积极呈现在地的特色 在植物地区展区 展示了壮观的大型地景艺术作品 艺术品当中还结合了环保概念 和农业社会的特色 展现了跨界的创作和桃园草花实力 成为农博市营运当中的一大亮点 明年农博还会端出什么特色呢 也令人越来越期待了 各式各样大型的地景艺术相当吸睛 这里是农博的植物地景展区 以奇幻乌托邦为主题 占地多达8公顷 展出13项的装置艺术 像是这个巨人农夫 除了展现着农业精神 更可以利用太阳照射的影子 对应出现在时间 具有日轨的概念 桃园的农业博览会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在展现我们的地景艺术 那大家都知道说 桃园是台湾产业的重镇 但桃园其实也是台湾的花草王国 那在这个地景艺术专区呢 是全国最大高达8公顷的 这个艺术展区 那以奇幻乌托邦为概念发想 这个展区当中 有13个巨型的这个装置艺术 那有一些部分是由在地的居民 跟艺术家来共同创作 令人惊艳的还有魔幻蝶 利用绿建筑的概念展现蝴蝶从涌 蜕变到展翅的生长状态 每天还规划了魔幻蝶动态秀 让民众欣赏彩蝶的曼妙舞姿 那比方说在主要的 这个大型的巨型装置艺术 魔幻蝶 那其实想要透过224节气的表现 那展现出桃园农业跟产业并进的 这个蜕变这个飞翔的过程 漂浮鲸鱼也是地景艺术的一大特色 鲸鱼身上挂载了鱼菜共生系统 在鲸鱼身上种植菜叶 并且利用鱼池的水作为灌溉 体现农业精神 这么多壮观的地景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朝圣 他们规划得非常好 非常的用心 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议算 13个巨型的装置艺术 每一个都有很多的教育意义 跟发人形式的内涵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这个在23天的展期期间呢 能够到桃园农业博览会的地方 除了看看各个展区 各个场馆的特色跟体验之外 也能够来到这个8公顷的植物地形专区 来看看桃园的草花 来反思一下环境跟人共生的意义 农博以展现桃园农业的亮点为核心 地景艺术不只是求大求美 从草花产业的兴盛 点缀上跨界创作的灵感 这才造就了奇幻乌托邦展区的 精彩可看性 桃园线新闻 成延人新屋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